中央大学台经中心今天公布了三月消费者信心指数 调查总数为80点96点 比上个月下滑而且六项指标全数下跌 其中一投资股票时机下滑的幅度最大 显示两岸服貌协议对于台股的冲击 已经导致投资人的信心明显的滑落